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大家看了这个节目三个月了 今天是最后一期 这个节目我们一直在说一句话 叫人生一切难题 知识给你答案 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很多人就在问 听了这些知识真的有用吗 有用没用 我看关键看一条 就是这些知识 有没有穿过你的身体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我看过一个音乐教育家 去辅导孩子怎么欣赏音乐 请注意 他可不是跟孩子讲什么主题 意涵 这些抽象的概念 听到一个交响乐说 听 这是命运在敲门 从来不说这些 他干什么呢 他问孩子一些问题 很奇怪的问题 你听完了这段音乐 你觉得它是什么颜色的呀 孩子就会瞎说 嗯 我觉得它是红色的 挺好 请注意 这个答案 不管它对还是不对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音乐 穿过了这个孩子的身体 孩子感受完了之后 用另外一种颜色 这种全新的感受 把它表达出来了 这就是知识穿过了身体啊 所以知识就是力量 这个节目 如果真的对你有用 那你一定是把听到的东西 尝试自己思考 然后再跟别人表达出来 或者用到了你的生活中 感谢大家陪伴了我三个月 听我唠叨了那么多 无以为报啊 所以今天 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拿出自己 牙箱底的东西 把那些真正穿过 我身体的知识 分享给你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 最近这几年 我听过的最好的三条建议 我们这代人 在上学的时候写作文 通常第一句话是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对吧 还有很多公司 把一句话贴在墙上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还有像我这样的创业者 我天天就是想着 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我怎么干一点 颠覆性的事情 世界在飞速地和过去 背道而驰 这是我们对这个世界 通常的感知 但是我听到的 那个最重要的建议来了 他说 一个人不管是想 获得幸福的生活 还是获得体面和尊严 还是想获得 你所想象的成功 其实最重要的 根本不是追逐 那些变化的东西 相反 是要回到那些不变的东西 这话听起来有点奇怪吧 我们老祖宗讲过一句话 天不变 道义不变 老天爷不变的 那些道理不变化的 但是这几年 我越来越多地听到这种声音 有的人 甚至他本人就是天天在创新的创业者 甚至不是中国人 西方人 我举个例子 可能有说服力 世界首富亚马逊的老板贝索斯 他就讲了这么一段话 说很多人都在问我 未来十年会发生哪些变化 他说我觉得这事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 未来十年 哪些事是不变的 我们一个企业的战略 是要建立在那些不变的东西上 这听起来很奇怪 这个世界怎么是不变的呢 好 我们稍微把视野放宽一点 我们想想这个世界什么样 一百三十八亿年前 宇宙大爆发 在那个时候就决定 这个宇宙样子的那些 基本的物理定律 变了吗 几十亿年来 地球围绕太阳转 变了吗 寒来暑往 秋收冬藏 这句话里面蕴含的是什么 就是那些不变的东西 寒暑一时 四季更替 不会变的 所以人类的一系列的生活方式 秋收冬藏 春更夏云 也是不变的 我说到这儿 你已经知道我想说什么了 这个世界是一层一层地建起来的 底下的东西不变 上面的东西在做微小的调整 打一个比方吧 我们是住在一个万丈高楼上面 就脚下这一两层 不断地在装修 更深的那底下的楼座 不变的呀 我们得到APP里面 陈海贤老师的自我发展心理学里面 对这种情况打了一个比方 就相当于一个人开车 把油门踩到了底 但是没挂挡 大家想想我们身边 是不是大量的人都在这样 勤奋地工作 他们也很累 他们不容易 他们心中充满了焦虑 但是没挂挡 你天天跟这个变化做博弈 你当然就不能往前走 所以回到这几年我听到的最最重要的那个建议 回到那些不变的东西 每一个人的很多选择 马上就变得特别简单 我还举个例子 有一次我们办公室 来了一个新同事 我一看他的简历发现 他是学历史的 这不奇怪 奇怪的是他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投资银行 天天做投资 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这学历史的 这专业不对口 去了投资银行 你能干得好吗 他说不仅干得好 我比我同事干得好 我说为啥呢 他说因为我们学历史的人 天生有两个本能 第一个本能 谁告诉我任何一个数 我都得问他 有依据吗 你搞历史的吗 是不是一个估证啊 这个数字是不是错的 他说我的同事学金融的 没有这个思维方式 这是一条 第二条 我看到任何一个现实 我都不是把它当现实接受 我把它看成是 一组在时间中 积累出来的过程的结果 我要把任何事实 还原到它的过程当中去 他说我的同事 也没有这个思维方式 他们学金融的 天天脑子里都是公式 所以我就有优势 我干得比他们好 这个例子在说明什么 如果你很纠结 我或者我家的孩子 怎么上大学 学了这么个专业 学历史 这将来能找得着工作吗 这学历史的 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份工作 你回到最根本 学历史学的是什么 学每一个学科 都是在学一种思维方式 你想嘛 如果他没有创立一种 独特的思维方式 他凭什么叫一个独特的学科呢 哪有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对一生的竞争力的塑造 没有用的呢 好 有人接着回问 那这个世界 我想做创新该怎么解释呢 创新总是不一样的吧 不 创新也是回到不变的东西 我问个问题啊 圣诞老人长成什么样 大胡子 对吧 那他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红色的衣服 可是你能想象吗 红色衣服的圣诞老人 是1931年之后的事 1931年之前 圣诞老人穿的是绿色的衣服 因为那个时代 人们相信绿色代表自然 代表森林嘛 有一点点神秘的色彩 圣诞老人就是一个 很神奇的存在啊 所以他穿绿色的衣服 那问题来了 这1931年发生了啥 为什么圣诞老人 这么一个虚构的人物 能够完成一个大幻装 是因为一家企业 做了一个创新 这家企业 说起来你一看见圣诞老人 今天的样子就想起他是谁了 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就要解决一个问题吗 这玩意气泡水 冬天喝的人就少啊 怎么能让人喝可口可乐呢 抓一个不变的东西 一直在的民间传说 圣诞老人来 给他穿上跟可口可乐的罐 一模一样的服装 红色的 然后因为可口可乐的这一项创新 今天全世界的圣诞老人 是不是都变成了红色 加上一些白边 看上去就是可口可乐一瓶嘛 连芬兰的那个圣诞老人 村里的圣诞老人 也变成了这副大白 这个过程大家想到什么原理没有 就是我一定要回到那个 大家已经有了共同认知 属于人类的那个文明底层 它不变的东西 然后第二步 强化它 改造它 用最新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技术 观念 设计 对它进行改造 大家想想 我们的文明是不是一直就是这样衍生发展的 都是刚开始有了一个很模糊的符号 然后渐渐地被一代一代的创新者在上面改造 然后一直变成我们大家共同认同的东西 这个道理 每个人打开自己的手机 你马上就会有感触 手机里的有一些图标 已经变得好奇怪 你现在还用闹钟吗 不用了吧 手机里的闹钟 跟几十年前的闹钟长得还一个样 你现在还用这种电话吗 手机里的电话还是长得这个样 你还用那种挂力吗 手机里的挂力图标还这样 我跟各位打一个赌好不好 过很多年之后 它还这样 你可能觉得不会吧 我们人类文明这么日新月异 肯定会变了吧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给大家看几张银行的标志 都是铜钱 中国人多少年不用铜钱了 我们现在小孩连纸币都不用了 银行为什么还是铜钱 这些符号是不会变的 为什么 因为一直在被创新者 用那个时代的技术观念去强化它 这就是创新者在人类文明中的真实地位 所以我的一个朋友 也是一个知名的出版人 他叫华南 他把这一套道理总结成八个字 叫回到母体 强化母体 人类文明是我们的母亲 她在那已经很多年 我们要回到她的怀抱 然后对这样一个抚育我们的母亲 我们要回报她 要用各种各样 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东西 去强化她 这就是所谓的创新 从大企业的创新 到我们身边每一件小工作的创新 本质上都是一样 我们很羡慕那些大企业 对吧 比如说亚马逊 刚才我说 他们说我们要追逐不变的东西 当然 你是做什么 你是做零售的呀 做零售要什么创新 那个不变的人类永恒的需求就是什么 我们在网上买东西 我们需要用更便宜的价格 更快的速度 更高的效率 买到更丰富的东西 这件事 几千年文明史上变过吗 亚马逊的老板贝索斯 他做了一件好像很神奇的事 他1997年公司上市的时候 写了一封给股东的信 然后此后每一年都写一封给股东的信 然后每一年都把第一年给股东的信 给挂出来 说你看 多少年前我说的这话没变过 确实不用变嘛 这事再过多少年也不用变的 所以很多人说 我也想做点事 我也想做点创业 但是好像正经事都被别人做掉了 我能做点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事 想错了 去做那个几千年来 所有时代都有人做的事 那才是正道 你看今天的那些大公司跑出这个轨迹了吗 我们去想 一个人 咱别说人 咱就说一细菌吧 一细菌就世界上第一种生物开始 它有啥需求 你想 它就啥需求 第一 我得获取环境的养分吧 这有它的经济需求 对吧 这就是今天的什么创业项目 点伤嘛 只不过它那个时候没有外卖 需要自己滑着去而已 第二 任何一个细菌 它总要处理和其他细菌的关系嘛 这是今天什么创业项目 社交嘛 还有呢 它总是在细胞膜上 要布满各种受体 感受环境的温度啊 压力啊 等等 然后它好决定自己下一步怎么办 这是什么创业项目 就是我们的得到APP嘛 你总是给大家要提供新的信息 新的知识 所以这都是 别说几千年 甚至是几万年 甚至是很多亿年的需求 变什么变 这是这些年我听到的最好的 也是今天我分享给大家的第一个建议 那紧接着问题又来了 我知道了要去做什么 但是我该怎么做呢 这就是下面我也讲的第二个建议了 答案是 做简单的事 对 我们得到APP里有一个老师叫陈凯 他有一句话 我觉得讲得特别好 这句话叫 复杂的事简单做 简单的事重复做 他就说 这个世界这么复杂 我的脑子又这么复杂 我怎么能做简单的事呢 对 简单是应对复杂最好的工具 我们这个世界上 最复杂的东西是什么 是大脑 第二复杂的东西是什么 是计算机形成的那个复杂的网络 可是计算机的底层是什么 零和一二进制 就是零和一这两个数字 通过不断地重复运算 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么神奇的电脑和人工智能的世界 如果你想象一开始电脑做的那个最基本的运算 不是二进制 是跟人一样掰着十个手指头 是十进制 电脑的功能可能没有这么强大 对 我们很多人其实误解了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到底是什么 我随便说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比如说打飞机 打飞机 哇 好神奇 几百吨的东西居然让人给弄上天了 你到飞机场的时候你不觉得这玩意挺神奇的吗 更神奇的事是什么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飞机是怎么造出来的 你说怎么会没有人知道呢 那它怎么造出来的呢 对 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 它是每一个人都在做专业分工 做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局部 然后凑起来的这么一个几百吨重的大东西上了天 这才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发明 你以为修飞机怎么修啊 带着改锥就去了 不可能的 都是一层一层的来啊 每一层的人觉得 嗯 整个大飞机几个模块 现在定位哪个模块出问题了 好 找这个模块的工程师 这个模块的工程师在里面再一定位 嗯 我这个是哪个子模块出问题了 然后再找这个模块的工程师 有的时候就不修了 比如这个芯片坏了 还修什么 直接换新的 这就叫修飞机 所以这个世界 你只有做最简单的事情 你才容易把它做好 你才顺应了这个分工的趋势 你才可能获得你想要的尊严和成功 前几个月啊 我自己有一趟非常特别的经历 我去了一趟敦煌的墨高窟 看完之后很感慨啊 那东西很伟大 在一个平面的山崖上 一千多年雕凿了几百个洞窟 每个洞窟里面有佛像 有壁画 那是美轮美奂 可是我看完之后 我心里突然生起了一个 有点不敬的想法啊 这些壁画和这些造像 其实不是出于什么大艺术家之手耶 当年这些洞窟是怎么雕出来的 就是一个人家里有钱 信佛 然后在那儿掏个洞 请当地的工匠来雕一个 画一个 有钱多画 没钱少画 有钱人家动大 没钱人家动小 就那么个东西 没有什么传世的艺术家 可是为什么我们提起 中国文化的艺术瑰宝 总要说敦煌莫高窟呢 你看 都是当年最简单的手艺人 最后堆出了 那么伟大的一个艺术成就 为啥 所以我建议大家都去敦煌看一看 看完之后 你马上脑子里 就能蹦出来这么一个公式 想做一件成功的事 就去学敦煌莫高窟 很简单 做一件简单且有价值的事 然后按照一个相对规定的格式去做 然后做很长时间的积累 它就是一个伟大的东西 这样的例子 在我们这个时代太多了 比如说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 我们看到 哎呀 这些做食物的人 好幸运 被纪录片导演组发现了 然后给他们拍成片子 给播放 他们声明大造 从此他们变得有钱了 可是这个问题的真相 不是这样的 真相是什么 真相不是这帮做食物的人很幸运 是这些导演很幸运啊 你想你是舌尖上的中国的导演组 你是不是天天挖空心思 想在全国各地找出什么东西好吃 谁家做的最好 你愁死了 你找不到好的素材 这个时候 谁能在某一项食品上 做到大家公认的最好 是导演组要求你让我拍一下吧 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这样 只要你在某一个点上做到最好 最后被发现 那是一定的事情啊 第二点 就是按照固定的节奏去做呀 就像我刚才讲的敦煌壁画 你别搞太多创新 你都是在山崖上掏一个洞 洞可以有大有小 但是里面都是一个佛像 然后周边有壁画 这个格式不变 这就叫按照一定的节奏去做 这个好处也是无穷的 第三 就是长期积累 决定了就把它一直干下去 我自己反正是按照这个去实践的 我每天早上在微信公众号发60秒语音 一秒不多 一秒不少 这件事我已经坚持了五年多了 我承诺我的用户要坚持十年 那到今天为止 我的微信公众号 从一个用户都没有 到今天 一千二百万用户 就是这么积累出来的 第一天开始的时候 我把它做得那么好的时候 就我办公室的六个同事 加了这个微信公众号 也没有什么推广 还有我做的跨年演讲 每年12月31号晚八点半 讲到第二年新年凌晨第一天的0.30 我承诺讲20年 还有17年 我估计那个时候 我就老的不知道是不是要坐轮椅上去了 但是不管 做了承诺 而且我们票都卖出去了 20年的票 承诺给自己的用户 然后一直去积累它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自己能力不够 这个答案你可能听到很神奇 对 我们这个时代 绝大多数人都处于财富不够 能力不够 至少比上不足嘛 但是有一样东西绝对公平 就是时间 你有一秒 我也有一秒 我用时间堆出来的东西 你拿钱 你追不上 你现在可以学我 每天早上发60秒语音 我比你先跑了五年半 这五年半的差距 只要我不松劲 你是永远追不上 对吧 这就是时间的公平性 我们每个人想找这个世界要公平 最公平的东西就是时间的力量 所以我的跨年演讲 坚持20年 后来我一想 干脆名字就叫时间的朋友 我不见得是演讲能力最强的人 但是只要我跟时间是最好的朋友 最后它的价值增长 我现在就看得到 我们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句话 曾国藩说的 叫 节应债打呆仗 就是做那些最硬的事 干那些在别人看起来很呆的事 一直把它干下去 在打之前 我们就赢定了 好 这是这些年我听到的最有价值的第二个建议 做一件简单的事 那我听到的最有价值的第三个建议是什么呢 刚才我说了 过去几年我听到的两个最重要的建议 它分别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干什么 第二怎么干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假设我的能力不足 怎么办 这就要说到 这些年我听到的最有价值的第三个建议了 这个建议其实很简单 就是两个字 真诚 听起来好像是鸡汤是吧 但是我还记得 那一天 我是在一个小话剧的现场 我听到了一句台词 那句台词对我的震撼 那句词是这么说的 没有任何道路可以通向真诚 真诚本身就是道路 我们很多人都觉得 我怎么表现得真诚一点呢 你会发现怎么表现 别人都会一眼看出来 你不真诚 这就是那句话讲的 上半句 没有任何道路可以通向真诚 但重点是下半句 真诚是通向一切的道路 我们这个世界 经常会面对一种情况 就是我的能力是不足的 你总想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 提升自己的能力 有没有一些巧技或者捷径 让我能够轻松地达到目标 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忘了 真诚的作用 在工作中很多人遇到这样的情况 面对一个任务 不知道怎么做 想办法吗 不 坦白地告诉周围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做 请帮我 到朋友圈去发一条万能的朋友圈 谁能帮我解决这件事情 我现在能力不足 这就是真诚的力量 真诚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价值 就是让我们可以更方便地连接到 整个社会的母体当中 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 面对的核心难题 就是三条 第一 世界变化太快 第二 自己的想法忒多了 第三 评估下来 感觉自己能力好像有点不足 对吧 所有的人生难题 本质不就是这些吗 所以 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 这些年我听到的最好最好的建议 它就是对峙这三种病的呀 世界变化太快 怎么办 回到那些不变的东西啊 自己的想法忒多了 怎么办 做最简单的事 按照固定的节奏 长期地做下去 积累下去 第三 自己的能力不足 怎么办 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吗 但是别忘了 我们手里永远是有一把锤子的 这锤子的名字叫什么 刚才说了 真诚嘛 用真诚这把锤子 就可以为我们的人生 锤开一条出路 即使吧 前面十一期我讲的所有的内容 您全忘了 只要记住这三条 您就可以见招拆招 所以这个节目的那句口号 不是一句空话 人生一切难题 知识给你答案 最后 我必须坦诚地跟各位讲 这十二期节目 没有任何一个字 是我的原创 都是我和我的同事 翻检人类 那些古老的也好 最新的也好 那些智慧 我在这里 只是作为一个转述师 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 我自己感觉到 巨大的幸福和收益 因为 就像我刚才讲的 我感觉自己 是躺在 一个无比巨大的 人类知识的母体上面 我在承受 它的恩宠 明年 知识就是力量 这个节目 也许还会做第二期 当你再次看到的时候 同样 我们会以最真诚的态度 去做一件最简单的事 那就是传播知识 传播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知识 然后 我们会按照固定的节奏 怎么一直做下去 然后和所有的观众 一起等待时间的回报 这一期的节目 就这么结束了 我不敢说 对大家有什么帮助 但是 我们毕竟 共同做成了一件事 就是 我们把中国电视市场的 这样一批观众 给挑出来了 他们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你可以拿自己的心 去对应一下 第一 你对未来有好奇 第二 你对知识有信赖 第三 你对自己有期许 那像您这样的观众 我当然希望 明年再会 明年在知识就是力量 第二季 我们再聚会的时候 理由一样 我们都相信 人生一切难题 知识给你答案 这是知识就是力量 第一季的最后一期节目 那按照惯例 我们每期节目的结尾 都要向给我们提供了 知识和灵感的学者 一一致敬 那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过去这段时间 值得我们感谢的 三十多位大脑和灵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